哈喽,大家好,我是南哥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到蛋糕的家庭做法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8寸的蛋糕 准备鸡蛋5枚 白砂糖80克 油40克 低筋面粉85克 纯牛奶40克 8寸的烤盘 第一步,蛋清蛋白分离 做蛋糕的盘子是不能含有水分的 在分离好的蛋黄中加入30克白砂糖 搅拌均匀 加入刚才切好的油 边搅拌边加 加入纯牛奶 再加入低筋面粉 分多次下 搅拌成无颗粒的糊状即可 现在我们开始打发蛋清 先把蛋清打发成鱼泡状 刚开始先用低转速的 白糖分三次加入 第二次加入白糖 高转速达到蛋清有纹理的时候加入最后一次白糖 继续高转速达到蛋清 继续高转速达到 当出现煎饺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了 当出现煎饺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了 打好的蛋清分三次放入刚才搅拌好的蛋黄中 上下搅拌均匀 加入1%的蛋清 加入最后一次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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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好的蛋糕液倒入8寸的烤盘中 拿起来稍微敲两下 把里面的大气泡给震掉 烤箱180度预热7分钟 入烤箱170度 烤40分钟即可 18分钟已经膨胀这么大了 等着吃就可以了 烤到40分钟了可以装出来了 蛋糕烤好了 现在倒扣过来脱模 把它倒扣过来 等脱模就可以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麻烦点个赞 订阅一下打开下面的小铃铛 谢谢